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毀滅大作戰 Rampage 由《地心探險2》加州大地震的導演 Brad Patton 指導 和這個導演第三次合作的 Durn Johnson 巨石強生主演 主要的配角有 Naomi Harris Marlene Ackman 還有殷屍路的尼根 Jeffrey Dean Morgan 這算是改編這電玩遊戲的一部電影 有點像是巨石強生 剛從摔角轉行過來拍電影 拍了一部電影叫做《毀滅戰士》 《毀滅大作戰》這個電玩遊戲我是沒有玩過 但從網路上面的資料看起來 就是一個怪獸拆大樓的很簡單的遊戲 看起來是有點蠢 而這部電影也是一樣 是一部標準的好傻好天真的無腦爽片 而老實說拍的還可以 該有的前因後果大場面都有做到 一些緊張的細節也還挺不錯看的 故事是在講巨石強生 飾演一位不善與人交往的 靈長類動物學家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是白毛銀背猩猩George 這個猩猩會用手語跟他溝通 並且還時常跟他開玩笑 意外的George受到感染 基因突變成一個巨大又兇猛的怪獸 他必須和女主角 一位基因工程學家合作 去阻止這場災難 救回他的朋友 如果不要太認真的看一部電影的話 《毀滅大作戰》是一部 應該不會讓人睡著的商業爽片 but 這部電影嚴格來說是有蠻多缺點的 《毀滅大作戰》看起來 是一個什麼都有的爽片大拼盤 有野生動物園區裡面發生的日常喜劇 有在太空站的危機事件 在叢林中被秒殺的突擊小隊 《死神器》裡面逃脫的巨獸 還有《最後芝加哥的大決戰》 這麼貪心的下場就是這部電影 它沒有建立起一個整個電影的核心故事 哪邊都沾了一點 但組合起來就不像是一部完整的電影 巨石強森飾演的主角 你分不太清楚他到底想要做什麼 是想要拯救他的朋友呢? 還是拯救女主角呢? 還是拯救這座城市呢? 他就是在做電影裡面主角會做的那些事情 劇本就只有讓主角很直覺的順著劇情去行動 傻人有傻福的故事就會發生下去 世界就會被拯救了 這樣子幼稚的劇本 最讓人無感的就是他缺乏真實性 就像是《侏羅紀公園》第二集的《最後》 暴龍來到了美國本土上面大鬧聖地牙戈一樣 會讓你有點傻眼然後覺得真的嗎? 真的有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就只有這幾個主角在處理嗎?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網路年代裡面 怎麼可能就只有一間作戰室裡面的軍官在處理這件事情呢? 然後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一點都不緊張的樣子 這樣子太扯的劇情是讓我不喜歡 然後無感的主要原因 除非你把它看作是一部B集片來看的話 那還可以 除了巨獸的劇情之外 這部電影也有試著在人類的角色上面下功夫 在裡面加了一些角色交流的部分 前面巨石強森跟星星的感情戲是看起來還不錯的 只是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戲 沒有感情到幾點 失敗而顯得累贅多餘 我想用旁白做過場劇情來交代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都會比較好 可能有一些比較惡毒的網友一定會說這個女主角的選角失敗 但我想劇本寫得這麼爛 誰來一眼應該都救不起來 不過的確這個女主角也在這部電影中沒有表現出什麼樣的個性來 巨石強森則是最新一代的打不死的美國英雄 一樣是很帥很有肌肉 然後有很多幽默的笑臉在她身上 原則上還是會讓人蠻喜歡她的 只是她在這部電影裡面的表現實在是有點太像電玩人物 但又不是某種程度上面她太OP了 導致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會為她感到緊張 我覺得這點在劇本上面是沒有幫她設計好的 在這種動作特效電影裡面這點是蠻重要的 像是不可能的任務或者是玩命關頭 我們都需要在主角的身上感受到這種危險的感覺 然後讓我們心跳加速 這部電影做得不太好 可能是因為跟特效對戲的關係 那個主角就是不會受傷嘛 感覺她就是有用金手指作弊的 那種不會扣血的角色 我一直都很喜歡Jeffrey Dean Morgan這個演員 這個帥大叔在這部片中也算是蠻有表現的 有在看《殷失錄》的朋友 一定會對這個角色很有熟悉感 她仿佛就是把泥根換了一套衣服 然後就帶到這部電影當中來了 整體來說 這是一部不要太計較劇情就還OK的爽片 很多段戲都有在別的電影中看過的感覺 沒有什麼新意 看到最後會有一種 喔你終於來了 因為到了最後的決戰的時候 你整部電影才剛開始一樣 緊張刺激的氣氛是有的 節奏上處理的還可以 不是巨石強身最好的電影 如果你需要一部輕輕鬆鬆打完收工等觀影時光的話 毀滅大作戰是還算不錯有及格的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